勞工團體大聲對嗆 機車騎士超級火大 本來和平理性的勞工大遊行 沒想到太陽一下山 全部變了掉 二三號遊行活動一結束 有三百人不願離去 開始在街頭亂竄 分散成各個小隊 西門町 中華路 成都路 寶慶路及橫陽路 忠孝橋頭 市民大道 臺北車站 都有群眾亂竄 肉身擋車 躺斑馬線 這樣的亂象一直到晚間九點多 抗議群眾攻陷臺北車站 才讓臺北市長柯文哲下令驅離 可以把群眾帶回去 這個不能解散以後 然後開始在臺北市街頭遊串 這樣不行 承認下令驅離民眾 因為抗議群眾 已經踩到柯P紅線 但引發基層援警抱怨 執法慢半拍 在NPA署長室 強烈表達不滿 有援警超時過勞 支援陳抗 真的將帥無能累死三軍 勞團抗議過勞 警察也過勞 謝謝李萌昌 共產軍臺北報導